很多朋友问我,好久没见你家那位邻国的小胖子Oscar来客串你的视频了 主要是因为他今年上scotch青年级住宿,只有周末在家 但最近末尔本一直在封城,他就只能在家上网课了 但这样老罗正好还是可以继续当他的体育老师 我们每天七点起床一起去跑步去 不过,现在Oscar青年级了,除了体育 英语作为华人孩子能否在澳洲取得成就的重要工具 就需要再请一位老师来补补课了 当然,口语听力,Oscar没问题 主要是语法、阅读和写作 在英语的世界中,能否具有文学修养和好的文笔 今天老罗就和大家聊聊 澳洲家长为了让孩子补课,需要和他斗志,斗用到什么程度呢? 先声明一点,澳洲孩子在小学阶段如果是私校会抓得紧一些 像我儿子读的是公校,那基本上就没啥作业 经常是书巴里啥都有,就是没有书 愉快地成长,开心地玩赏就是最重要的功课 这一点我也是认同的,所以小学阶段我只当儿子的体育老师 当儿子通过我的简历策划,就对于scotch七年级后 作业就多了起来,所以他能一下子适应做作业 其实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我们还想挑战一下自我 我又通过简历策划,让他赶上了申请英国私校 明年九年级的末班车 今年十月份就要参加好几所英国学校九年级的陆学测试了 这个如果不再突击一下 那就太高估自己,低估英国的教育水平了 被录取的可能性无异于以卵基石 但怎样才能让儿子在刚适应每周一到每周五都有作业的情况下 再进一步让他能充满主动性,有兴趣地继续学习呢 老罗觉得难度非常大 因为在澳洲长大的孩子,维权意识非常强 他会觉得这就是我的课余时间,应该由我来支配 所以老罗只能继续发挥自己的策划强项 通过第一,以身作则,共同学习 第二,精确名师,强化战场 第三,文学阅读,提升技能这三个方法 并且和儿子一起穿上九月的哈里波特第一册的阅读提升班的方式来尝试一下 如果你也正在为如何才能让孩子自愿地多一些补课或者学习的时间 麻烦了,赶快来围观一下老罗的这三个办法吧 第一,以身作则,共同学习 这几天关注老罗的朋友都知道 从这周起,老罗自己每周的四天时间上午都要学习英文 上澳洲企业家英语沙龙的基础班课程 还要当两个班的课代表 45岁的我和同龄人相比还是蛮拼的 末尔本还是丰盛阶段 儿子也在家上网课 所以家里共同学习的氛围还不错 当然,真正的共同学习是从九月份开始 每周一三五晚上七点到八点半的时间 我们一起报名了哈里波特第一册的文学阅读提升班 这样,晚上学习,儿子也不会抵触 起码老爸也陪着一起学习 我做到了你得福人吧 即使儿子想偷懒 一看老爸也在旁边努力认证的听课 总得认证点吧 当然老老的水平 这个哈里波特阅读提升班 主要还是陪读和监督为主 有点像杀敌一千自损五百的感觉 没办法 特殊时期特殊方法 一定要以身作者共同学习 第二,精选名师强化专场 那既然从孩子那里争取到他们同一任何合作学习时间 估计也只有澳洲的家长才能体会到这样的成果 来之不疑 所以一定要好好珍惜才行 必须找一位好的老师 老罗这几个月也一直在寻找 一开始直接找英国的老师上网课 老师水平肯定不低 但一结合是要用英镑来付费的 性价比就不是很高了 毕竟老罗又不是土豪 也要放一笔经济成本账 国内老师可以上网课 并且收费也便宜 但由于我儿子八岁就来墨尔本 可以算是个native speaker了 所以国内老师的口语可能还没我儿子好 这样的教学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 其实别说是国内 几年前我儿子考AEAS时 找的几家墨尔本补习机构的老师 也都是由留学生来建制的 口语也未必过关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能 老罗最后终于找到了 新东最佳的人权文波老师 他十年前来澳洲前 就是北京新东方的优秀教师 语法组组长 语法写作业读 这些澳洲华人孩子 最需要去补习和加强的 都是文波老师的强项 再加上文波老师 又在澳洲工作生活进修了十年 如果不说光听口音 就会误以为他也是个native speaker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文波老师是西方哲学研究生 又是英国文学的深度研究者 比如光是一到七册 130万米的哈里波特全集 他就禁读了几十遍 他的特色课程 哈里波特 长南俱语法班 深受家长和孩子们的欢迎 这样的人选 才能符合老罗的第三个办法 通过文学阅读 来提升应试技巧 一起来看看有老罗处课程设计要求 文波老师定制的哈里波特九月文学阅读提升班的课程设计 三大目的和六大提升技能吧 看看能否实现孩子有限的补课时间内的收益最大化呢 第一 课程的特色主要是教材 都是由文波老师内部研发的教材 所有的例句都精选于哈里波特的第一册 并且配以电影场景的图片 能让孩子全沉浸时的阅读学习 同时文波老师是用中英文双语解读 这样家长孩子可以共同学习 家长为主 孩子在一边陪读 不但不会觉得无聊 而且也能提升自己的文学修养 第二 三大目的 其实老罗也没那么现实 这个课程的出发点 还是培养儿子去养成阅读的习惯 之前他喜欢看电影 导致阅读的时间很少 所以趁墨尔粉封城期间 无法去看电影 养成阅读世界明珠的习惯 并且通过阅读强化初中阶段的语法基础 为哈里波特考试强化提升班 做好境界准备 那个班主要是利用 九月中旬开始的特兰三假期 为十月份备战英国的入学考试 进行最后的冲刺而设计的 第三 六大技能提升 通过九月份这一个月内的三加三模式 完成对哈里波特第一册的精度 三加三模式 就是每周上Zoom的小班课程三次 每次1.5个小时 用文波老师按照章节来进行导渡的同时 再强化直入各种语法 阅读 写作 技巧 干货 孩子在每周花三天时间 每天花一个小时 自行阅读相应的章节 并完成作业 并由文波老师进行批改和优化 通过这种方式 把重点掌握哈里波特第一册中的 50个经典场景的语法结构 200句高频力句的想象力写作和叙事写作 1500个中高端文学单词的理解和运用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老罗的用心良苦呢 其实和儿子斗志动用 让他接受补课这件事的背后 隐藏着老罗的另类育儿观 老罗5月15号做过一期内容 为何八岁前 老罗的另类育儿观是能生育 高情商 大格局 赶快关注老罗 明天为大家送上 五年前来到澳洲后 老罗的另类育儿观 为何又变为 当卧底 够成长 玩跨界 我们明天见